小众、原创、匠心、轻奢 甚至是独立设计这些标签的国产时尚品牌 但是把这些标签撕开以后 你会发现只有很少的品牌真正拥有内核 或者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品牌故事 但是在国内的时尚品牌里 其实有风格、有故事的品牌也不少 So much就是其中之一 他们作为国内一个出圈的时尚包带品牌 不断地被时尚博主们提及和展示 但却很少有人把这一个品牌的核心风格 和有趣的故事拿出来和大家做分享 那么我今天就来和大家好好地去聊一聊这个品牌 顺便和大家分享这个在中国时尚圈正在发生的故事 哈喽 大家好 我是Wono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这期视频继续再来和大家聊包包 在我上上期出完了 日常生活中我会用到的这些包包的合集分享了之后 很多人都强烈地要求我去出一些价格更加适中的 同时设计感也得要有的 而且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有通勤的时候 都可以非常百搭都可以拿来使用搭配服装的这些包包 或者说包带的品牌的分享 那么这期视频呢我就来满足大家的要求 来和大家去分享一个千元级别价位的 而且是国产设计师品牌的 最重要的是它的品质和质感都非常棒的 国产时尚包带品牌 不过这一期视频呢 我会以一个时尚品牌解读的这个思路来和大家去聊这个内容 因为我觉得这个品牌 很多时尚博主其实已经去分享过 安利过这个品牌的包包了嘛 所以说我会想说换一个不一样的视角吧 来带大家去看一看这个品牌 他们家设计包包的一些最关键的核心思路是什么 同时呢再来和大家去聊一聊 这个品牌我觉得非常值得拿出来和大家分享的品牌故事 好了废话呢就不多说了 直接先来和大家聊聊我对这个品牌 他们家的包包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去看SOMMENT包包和它的品牌形象是非常有画面感的 他们让我看到一种带有都市气息的轻松感 这些色彩明亮的柔软的 还有一点可爱的包包会让我联想到使用他们的人群 是那些穿梭在鞋子楼间20多岁的时髦女孩 也会是国产小牛电影和电视剧里年轻的女主角 更加会是对国产时尚品牌充满信心的新一代的都市女性 她们的设计往往会从东方美学中去寻找创作灵感 像是从传统文化纳物与食欲中诞生的云吞包 也有将古人强调的秩序克制对抗的理念 杂柔现代人对于甜美生活向往所设计出来的巧克力包 还有从十二生肖文化中汲取设计灵感创造出来的生肖包 展现了Songmont对于东方传统文化的理解 和对于独特生活美学理念的归纳 她们不为自己的产品限定一个绝对的风格 所有的包带兼容度都很高 从传统经典款的包型到独属于她们专属风格的单品都一应俱全 其中云吞包、巧克力包还有U-SET系列的包带上 我们还可以看到Songmont标志性的不规则 带有流动感的金属方标设计 她们以包扣或者肩带卡扣的形式装点在这些柔软的包身上 同时她们将温度这个概念融入到产品设计当中 在某些包款的内袋里还藏着老江人们 用一帧一线制成的紧缎图案 另外这些包款她们在去展示细节感和设计感的同时 不会去过分的强调时髦感 因为如果当一款包她的时髦感 或者说当下的这种流行感会非常强烈的时候 其实她会比较容易的过时 甚至是跟我们每个人的这种服装搭配的这种适配度 都会是比较低的 所以说她们家的包包在去强调细节感和设计感的同时 会更加的去注重东方元素的这种融入 那么再去考虑其他的 比如说就是流行度或者说时髦感的这些东西 所以说这个品牌的包包 她们会更加适合中国当代的年轻的时髦女孩子们来使用 同时在聊到包带设计的时候 很多设计师她们都会去借用国外的包带设计师的设计理念 一直回本土去做一个二次的创作 但是很少会有设计师或者说包带的 这种国产包带的设计师品牌呢 会把东方元素大量的去加入到自己的包带设计理念当中 因为这种东方元素的融入 如果说融入融合的不够好的话呢 其实展现出来的感觉是非常不伦不类的 但是SOMONE这个品牌呢 她们在去表达这种设计感的时候 我觉得是做得相对的到位而且呢比较的平衡的 而且呢他们在去设计包带 在去表达东方元素的时候呢 更多的是去强调包包的神韵 而非是包的型 那么为什么这个品牌在去表达这些理念的时候 会更加的和谐呢 其实我觉得这跟SOMONE这个品牌的创始人 有着非常非常大的关系 这个品牌的创始人叫做傅松 她毕业于清华美院 小时候的她经常看着牢牢做传统的近视虎头帽 从小对这些手工设计耳濡目染的傅松 长大之后开始喜欢上了时尚 要世界时装之院成为了她少女时期的时尚启蒙 当时她的母亲会在每个月300块钱的工资里面 去抽出10块钱给她买杂志 一买就是好几年 再大一些之后 她考上了清华大学的美术学院 因为童年跟青少年时期的经历 她决定学习工业设计 就这样子 接受过中国传统手工文化 东方美学熏陶 还有从小对时尚的热忱 让她对美的事物更加多了几分兴趣 加上她毕业之后任职于谷歌 做了将近十多年的用户体验设计工作 在国际大公司里的现代视野和职业习惯 让她对一个品牌的整体印象 有着非常完整的视觉规划 拥有敏锐的网感 加上出色的专业能力 同样又是一个当代职场女性的她 显然会更加知道 现在的年轻女孩需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但是她的个人经历其实对于这个品牌来说 我觉得也算不上什么 因为当我仔细的去看了这个品牌 去了解了这个品牌 她的故事了之后 我才发现这个品牌 它是有传承的 而且它是有内核的 抛开所有包带品牌 在强调的手作精神和匠人精神不说 SOMMUT这个品牌 它的创业之路 更加像是一个中国当代女性的自我成长之路 这个品牌的创立 原本并不在附送的计划之内 她作为一家跨国互联网公司的从业者 需要频繁的出国 或者时常背着电脑回家工作 在场后患上抑郁症的她 同时还要备受进进出出的差旅 和来来回回的移动办公所折磨 一款漂亮又实用的电脑包 几乎成为了一件让她发疯的事情 所以傅松决定和她的母亲 一起设计出一款兼具时髦 实用 还轻便的电脑包 这只包包不仅仅是解决了她的心头大事 也收获到了同事和朋友的喜爱和赞美 而这一次的创作之旅并没有停止 有着互联网思维的傅松 将这一次的制包经历发到了论坛上 没有想到竟然有人愿意去购买她设计的包带 到后来卖包包就变成了她的副业 傅松和她的母亲共同设计的包带 需求量逐渐增大 甚至已经无法去应对庞大的需求量了 这让她思考 到底要不要认真的把这门生意给做下去 她开始在国内寻找优质的皮料 但发现无论如何都找不到 真正令她满意的供应商 最后她只能找到了国外的品牌提供的皮料供应商 才解决了选材的问题 但生产力不足 立刻成为了第二个影响她生意的关键因素 于是傅松的妈妈带着制包工具回到山西的村里 炸集了数十位老家里当过裁缝 做过中世棉儿的阿姨和婆婆们 一起成立了一个小型的工坊 坚持手工生产小皮料的包带 就这样傅松在北京负责设计 妈妈和她的牢牢团队们负责制作 接着她在淘宝成立了一家小网店 然后开始慢慢的成长壮大 逐渐成为了国内相包行业里一个小有名气的品牌 到了今天 Somart已经有了很多年轻人的加入 也开设了更加专业的制包工坊 为这个品牌带来了更多的活力 更加新鲜的创意 还有更加足量的生产力 但是这个帮助品牌成长起来的姥姥团 并没有就职解散 而是退居二线为这个品牌的售后保驾护航 在这个品牌里 我看到了老一代人去贡献自己的手艺 终生代负责去创业打造品牌 新生代负责创意创新和趣味 而且去仔细地感受这个品牌 它的故事 我会发现我正在强调的女性主义 正在这个品牌发生着 在这个时代 每个女性都应该有一份工作 而且都应该有一份事业 它无关于年龄 只关于行动 因为让自己变得有用 真的非常的重要 在这个时代里面 女性的社会角色是可以自由切换的 她并不需要去做真正的牺牲 而且我们去看这个品牌的创始人 她既是一名母亲 也是一名女儿 还是一名妻子 同时她还是一名创业者 正在为无数不同年龄层的女性 去提供工作岗位 这在我看来就非常的女性主义了 说句老实话 这个品牌千元出头的均价并不便宜 但是这家店 她已经成功地在市场上拼搏了8年 从线上的淘宝店开设到了线下的实体店 在很多明星艺人的私服穿搭里 都有着一个品牌包包的身影 甚至她还和知名的女性导演有过广告合作 从这些层面都看得出 Somment这个品牌在现阶段 它是成功的 而且是出圈的 那么为什么Somment 可以在那么多包带品牌中 透映而出呢 这是一个多重因素 共同导向的结果 首先这个品牌呢 他们创造了一个 独属于他们的品牌词 松包 其实Somment Somment这样子叫呢 大家有可能是记不住 它的英文名的 因为不够顺口嘛 但是松或者说松包这个词呢 就是非常有记忆点的 当大家在去不停的讨论松包的时候 它朗朗上口的名字 其实会很容易的去吸引 更多的消费者去注意到这个品牌 同时也有利于让这个品牌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 获得一个更加低廉的 更加高效的这个传播成本 同时也方便他们在 以后的这段时间里面呢 去创造出一个 更加完整的时尚语言 接着优质的国产包带品牌 正在被更多的中国人使用 其实是一种对自己文化 更加自信的表现 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 开始慢慢地从关注品牌 到关注产品本身 昂贵的价格 奢侈的梦想 浮华的logo 已经不再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由于我们中国传统的东方美学 和中式审美 正在被更多的年轻人所接受 西方的流行文化 不再是唯一的潮流风向标 我相信当这一些传统的 中式文化和中式元素 一个全新的面貌 站在大众的面前的时候 不仅仅是中国人会为之痴迷 而是全世界人都会爱上它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 我们中国有了自己的时尚品牌 虽然说我们现在的中国时尚 还是一个1.0的版本 还是一个在盘山学步的过程 但是也不乏有很多优秀的时尚品牌 已经开始对国外的流行文化 进行一个反向输出了 包括Songmount 在Instagram上 我们都可以看到 国外的时尚博主展示着这些包包 国内的明星艺人 也不停地在杂志上 或者私服中混搭进一只松包 更别说时尚博主们正在努力地 为这些优质的中国时尚产品带货了 我相信中国时尚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当中国制造变成了中国创造之后 中国时尚也会被更多的中国人所接受 OK关于Songmount这个品牌的品牌故事 还有就是他们一些非常重要的设计理念呢 我在这里就已经是解读完了 我知道大家应该是会很想要看我去做这些包包的种草和分享 但是呢 我在这一期的视频呢 就不打算是来做这一个部分的内容了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就俗了 就拉低了这一期内容的一个格调了 所以说呢 我会更加希望大家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这个品牌的故事上 还有就是这个品牌要传达的理念 在最后的这个部分呢 我就来和大家去做一点简单的笼统的这个包包推荐就可以了 他们家的包包价格基本都在1000多元到2000元左右 所以他们在用料 做工 五金 还有设计的原创度上 相对都会要求高很多 像是皮质的用料 全部都是选用国外进口的头层牛皮 而且都是跟国外青色级别和设计师包袋品牌同样的皮料 他们家的包包呢 我是有入手这两只 这一只呢 是他们家最招牌的一只云吞包 这只包呢 就是一个趣味感更加强的巧克力包 这两只包包呢 是我比较推荐大家去首先关注的 因为他们在设计感上呢 都是一个比较强的 比较能代表他们家的这种包款 同时呢 也是融入了 我刚才有说到的 这个东方元素的 在这期视频里面呢 我就不详细的和大家去说这两只包包了 如果说大家是感兴趣的话呢 在之后我会再来给大家去做一个国产品牌的 国产设计师品牌的一些包袋的这个种草和分享 那么除了这两款包包之外 还有买一些包款是值得关注的呢 另外我还推荐大家去关注这款菜篮子 这款包就很适合当做日常出门使用的一款随手包 像菜篮子的包型其实每个品牌都有出 但是我觉得他们家的这一款在设计上还有质感上都会更深一筹 然后我还会推荐大家去关注Reset系列的包款 这个系列是他们今年秋冬新出的系列 相对于其他的包款来说热度会比较的低一点 即使撇开我自己个人偏好喜欢的云吞包和巧克力包之外 我会觉得Mistex系列的设计感 趣味感时髦度还有搭配度都会更强一点 属于是一个偏流行风格兼顾服装搭配性的包款系列了 OK关于包包的选择建议呢 我就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是可以给大家其他那么一点点小小的帮助 然后呢关于SOMMUNT这个品牌的时尚解读呢 也是全部都说完了 希望大家呢是可以对国产的时尚品牌更加多一分喜欢 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呢我也会出更多关于国产时尚品牌的解读系列 大家也就多多的期待吧 好了今天的这期视频呢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说你喜欢我的视频 我的内容记得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改天再见啦拜拜